来到新庄思源路593项五弄及六弄生活大地社区 过去这里长期路面不平整 里长积极争取道路重铺工程 如今工程终于顺利完工 全新的柏油路面以及道路标线 让社区变得既美观又安全 来到新庄思源路593项及五弄六弄 也就是生活大地社区这边 可以看到全新的柏油路面及道路标线 但过去这里长期路面不平整 多处坑坑巴巴 不仅不美观 对许多长辈来说也隐藏危机 路面常常会有很多的杂物 甚至在许多长者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 都会发现隐藏着危机 所以当我上任之后 我首要就是要把我们这边的社区 做一个改善 当立理讲林玉华去年上任之后 便积极寻找 道路整平的机会 刚好8月时593项的巷口 有个公安危机的老旧防水闸门需拆除 因此便趁这个机会全面刨铺路面 跟水利局争取把这个部分撤除 那这个撤除是大概是8月份的事了 一直延伸到后面 他觉得这个撤除掉以后 这个路面还是需要再做一些整理 因此呢 我就趁这个机会 跟相关的单位说 我们整个社区是不是可以一致性的 把它重新刨铺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在市府及工作人员的施工下 终于把相连的三条巷弄全面整平 全新的优质路面品质 不仅为整个社区注入了全新气象 也让这边的民众住起来更舒适更安全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道